接着就看到下段的第八大段 唯辩所示,其出入已渡,外内使之据,又名于忧患已故,古有诗宝,如灵父母,初帅其词而回其方,既有典堂,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一经这部书,不可看成遥远无关,它是我们切尽我们生活的每方面的 它所揭示的法则常在迁移,这个道就是法则,为道也履迁 演变活动而不会停止,在六个摇位上循环扭转,往上往下,没有常规,刚摇柔摇,互相交换 不可看成固定模式,总是随着变化去发展,这整段话就是变化 那么有些人他学艺经可以算到说每天该怎么做,包括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因为这可以配合五行的颜色 并且每年按照什么季节保养哪一种内脏,因为人有五脏跟五行配合,都可以知道 但是基本上,一经对于这种养生方面,那是你个人有兴趣研究 大部分是汉朝学者的心得 在一经原来并没有特别提到说你如何按照五行去修炼这些,比较没有谈到这些 所以我们把它原始地知道之后呢,很多人听到我教一经就问我会不会看风水这些 我如果会看的话早就发财了,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为什么,因为我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懂风水的,那都是说的准不准呢 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那有时候根本是瞎说的 那么再接着看,按照节度,在外在内都足以让人知所借据 最主要是让你知所借据嘛 那么还会让人明白忧患这些缘故 底下来了,即使没有老师与保护者 也会好像面临父母在指导一样,就这句话 无有失保,如因父母 因为一个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呢,实在是没有老师 因为你从学校毕业了嘛,也没有保护者 你自己当到主管了,当到领导这个位置啊 但是父母亲啊,永远是父母亲 我们的父母亲啊,基本上来说 他的知识或学问呢,不见得比我们高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那他关怀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所以呢,父母亲这个 我们想到父母亲就想到说 天下谁最爱护你 谁什么事情都替你着想 就是父母亲嘛 其他人再怎么关怀你,都不可能说 毫无保留地替你着想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父母 那时候有年纪大的父母不在怎么办 或者说小时候那个父母不在身边怎么办 所以你学会一亲之后呢 一亲就好像是你的父母亲一样 就是你已经没有老师跟保护者 但是你还是有父母亲 所以老师跟保护者他往往需要有明确的对象 父母就是一方面非常具体 一方面又很普遍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父母 想到父母你马上觉得有一种安慰的力量 有一种勇气啊,在支持你 所以呢,学一经,比如说我现在沾挂 我碰到重大的问题,我沾挂 我沾挂就好像把一经当作父母一样 他会给我善意的指导 那老师跟保护者也不见得懂义经 他们也从他们角度来考虑 有时候不见得对你是有利益的 所以像这八个字就非常好 有时候我们讲任何东西都要抓住重点 像你谈到沾挂,这八个字 后面还有八个字 人某鬼某百姓语能 总共十六个字 就把义经沾挂的重点掌握住了 它到底有什么效果呢 有什么用处呢 然后起初一旬他的言辞 再去推度他的方法 就会找到固定规则 如果不是这样的人 义经的法则也不会突然运行 所以狗飞其人道不虚情 这个词翻译就翻成 如果不是这样的人 义经的法则也不会突然运行 他不是反话 他是正面肯定的 说有这样的人之后 义经的法则才能够展现得很顺利很圆满 所以这边就提到比较复杂的部分 再看第九大段 义之为书也 原始药中 以为之也 六药香杂 为其食物也 其出难之 其上义之 等墨也 出此离之 出城之中 若负杂物传得 便是云非 则非其中药不悖 义要存往吉凶 则居可知也 知者观其炭池 则思过伴依 你看思过伴依 就是说你可以想到一半以上的情况了 这词很好 义经这部书呢 推旧初始归纳终局 以此作为他的实质 原始要终 四个字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开始 也都有结束嘛 那你讲整个人生的变化 有开始也有结束 那中间怎么变呢 然后六药相互措杂 全部根据硬食的事物 他所谓的硬食啊 就是他当时他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看到马 看到牛 看到猪 他就以它作为这个象征来这个说明 他的初药很难理解 上药就容易明白了 朋友们张卦都知道吧 初药到底是什么 将来发展成什么 没有人知道 因为初药就是两个吧 不是药就是阴嘛 但是不是药就是阴嘛 上面还有五个药 各种变化都是可能的 但是呢 当你站到第五药的时候 你心里都知道只有两个结果了 第五药之后最后最上面这一药 不是药就是阴啊 所以我每次张卦站到第五药的时候 我心里都知道哪一个 因为我知道它有两个可能性 上面是药是如何 上面是阴是如何 但你也不能控制 所以它初药是比较难了解 你看到一个阳药阴药在底下 你也不知道上面有多少东西 变化万千 那么再看 其实也不是变化万千了 就是还有三十二种可能性了 对不对 上面这三十二种可能性 那么上药又容易明白 就如同事情的开始与结束 初药的药池 你以后续的发展 上药则完成而有的结果 所以初药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用什么 人的脚做比喻 用鞋子做比喻 那代表说上面一定跟头有关嘛 跟这个脸也有关了 或是你用这个 狐狸过河尾巴进到水里面去 最后就是它的头也弄湿了 看到没有 它都是从初药开始给你一个参考 后面就顺了这个 本身有它的逻辑了 至于错重药化 以确定挂的功能 辨别是与非 那就不靠中间四药不能完备了 所以中间四个药 是要确定你这个挂的功能 到底是什么 要了解春王与吉凶 看瑶处于什么位置就知道了 什么位置呢 同学们还记得上次说的吧 看是不是单位 是不是有比 有好的比 有相应的 正印 这些 中间的护挂如何 这些 那么明智的人考察 炭词 就会想到一半以上的情况了 这么讲的炭词还是一样 是指挂词而言 你看到挂词啊 譬如你扎到一个挂 你挂词仔细想就知道了 像有同学 他说要不要考虑考试升职 扎到宜挂 宜挂就是三为宜 自求口实 就跟你吃饭有关 所以跟你这个职业有关 对不对 所以你问的是宜挂 你问的是升职 这些考试会不会顺利 它就出现宜挂 这没有人可以控制的 宜挂一看你就要记得 宜挂如何如何 它里面就提到 自求多实 你就从这个四个字知道 是我自己要去寻找食物 那能不能找到呢 就开始来摇 好 就会想到一半以上的情况了 底下就是说明各摇的 我们其实这些 还算熟悉 我们去念 二与是同工而异味 其善不同 二多欲 是多聚 敬也 柔之为道 不立远者 其邀无救 其用柔中也 三与五 同工而异味 三多凶 五多工 未见之等也 其柔为 其刚甚也 这段意思 表面看起来还算清楚 有几个字 也不是很好解释 你看 二摇跟四摇的 共用相同 而位置有别 好坏就有差异了 共用相同 什么意思 都是柔位嘛 对不对 二跟四都是柔的位置 问他为什么不提上呢 因为上是边边 刚刚讲过了 初跟上 已经是定了 它是最开始跟最结束 本身只能够发动跟完成 它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二跟四不一样 都是柔谣 都是柔位 但是呢 二摇美誉较多 四摇戒句较多 为什么 因为二摇在中间 下挂的中间 那四摇呢 是在上挂的边边 三跟四都是边边 这是因为远近不同吧 那问题是 什么叫远近不同 有时候也不容易说清楚 那你说 远的比较不好 近的比较好吗 那么近的比较好 是指谁 对谁近呢 因为二对人比较近 是我在占挂嘛 四对我比较远 所以不好吗 这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解释 你看 柔谣的法则 是不是离开 刚摇太远 那问题是 哪一个柔摇 离刚摇太远呢 所以他这边 这边只是 这样说 代表柔摇 本身不能独立 刚摇是代表 有实力的 如果要能没有灾难 就用柔摇 居中卫 那当然是 二或五了 接着 三摇与五摇的 功用相同 而位置有别 三摇凶厚较较多 五摇功劳较较多 这是因为 贵贱等级不同 这比较容易 五摇到天的位置 当然是更高贵的 在这两个位置上 柔摇有危险 杠摇则可以升任 因为它是不当位 那么 底下 第十大段 反反复复 概念 一之为书也 广那西背 有天道也 有人道也 有地道也 天三财而两之 故六 六者非他也 三财是道也 道有变动 故曰 遥 遥有等 故曰悟 悟相杂 故曰闻 闻不当 故吉凶神言 这边特别提到 天道 人道 地道 直接说出来 这三个层次了 道义经这部书 方为广大而无所不备 广大西背 有天的法则 我们把道翻的法则 地的法则 人的法则 中瓜天地人 三财而 两相重叠 所以每一卦都有六摇 所以本来原始的三摇的基本卦 它也可以说是三摇是天跟人跟地 那现在重叠之后呢 各有两个摇 它说六者非他也 所代表不是别的 就是三财法则 前面讲三级 这边讲三财 都是类似的意思 法则有变迁移动 所以称为摇 我们一再说 摇就是效法 就是模仿 那么摇有等 摇有等级差别 从初到上 所以称为事物 这个事物呢 为什么说等级差别 说它是事物呢 那么事物彼此千差万别 可以借摇有等级差别来象征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似乎交错呈现 所以称为文 文这个字 文本来是错话 我们讲说 再画一画 交错就是文 因为自然界的万物 不会交错 比如一棵树 一棵树各长各的 人不一样 人把树砍下来之后 一交错变成桌子 变成椅子 这就是文明的开始 所以这交错 就是人类文化的 进一步的发展 文的挫扎不恰当 所以产生了急与凶 交错不差当 比如说你这个 造桌子的材料用不对了 就是你这个人的个性 你的作为 在这个环境不适合 其实有时候急凶 看你在什么样的 这个环境有关系 有些人在学校的环境 很顺利 念书很好 有些人在学校不顺利 他不太会念书 他进入社会之后很顺利 所以看他这个人 他在跟什么地方 有正当的一种 合理的交错 那在学校是纯粹念书 比他偏重 治愈嘛 你IQ好不好 念书用不用功 成绩怎么样 老师喜不喜欢你 这都很直接 不会影响你成绩啊 但进入社会之后呢 就不一定了 有时候看你这个 人际关系 能不能够情商好不好 情绪调节怎么样 所以呢 你说同一个人 在不同环境 他人还是没有变啊 急凶是来自于 他跟环境之间 能不能够适当的配合 所以像这个就提醒我们 可以从这个地方了解人生 底下就直接提到周恩王了 我们一起念 一知心也 其当因之末世 周知圣德也 当文王与周知事也 时故其词为 为者是平 义人是亲 其道而圣当 百物不费 聚以终始 其要无救 此之为义之道也 印心的兴起啊 大概是在殷商的末世 周朝道德新盛的时代吧 是在周恩王与商纣王 发生事故的时候吧 看这都是猜测之词 所以他加一个问号 代表古人啊 有把握就说是的 没有把握就说 是吧 问题还存在 这是种正确的态度 要不然的话 你说他们当时如果写下 一定是这样子 我们也只好接受 但是后来考证之后 发现并非如此 那就没有什么可信度了啊 那么周恩王跟商作王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商作王是商朝最后一个王 他做了太多坏事了 可以说是九十肉林啊 太过于暴虐 所以后来老百姓苦得不得了 其实在上会的人 只要享受太多 老百姓一定苦 为什么 你税收一定重嘛 你没有这么多税收 你凭什么一个人享受呢 比如说你一个人或一家人啊 用掉了全国人的这个资产 像这种情况 只要专制时代都可能 你说一个伊和园 一个圆明园 一弄下来 你的海军就完蛋了 你的打仗就一定败了 毫无希望 因为钱就是那么多嘛 看你怎么用 所以你要讨好一个人 那就完了 那就要牺牲多少人呢 问题是这么多几千几万人 他的生命没有受到重视 那这就是这种观念的问题了 为什么需要儒家 为什么我们说儒家从来没有实现过 儒家思想如果实现的话 怎么可能出现专制呢 因为孟子发挥孔子思想 讲的最精彩的重点之一是什么 就孔子这样的人啊 如果给他政治权利的话 他怎么说 做一件不该做的事 杀一个无辜的人 把天下给他他都不要 那这是儒家思想啊 那如果历代的政治学者们 都念儒家的思想去推动的话呢 他们怎么可能剥削百姓呢 对不对 全国之力来奉养一家人 叫做皇帝 那是怎么可能呢 儒家完全不能够 受到专制政体的肯定 原因在这里 只能被利用 就是表面儒家的招牌 里面是法家 因为只有法家 才会用方法让你尊君卑成 把国君地位无限抬高 大臣是不是压低 到最后你看中国历史上 这些大臣可怜啊 都跪在地上啊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一句话就够了 对不对 国君都是对的 他把它当做宗教信仰 因为宗教信仰里面 神常会整人的 就是给你考验嘛 看你信仰是不是 今天去考验 所以我们说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这就要是有宗教含应 虽然那些喊的大臣 不见得知道什么叫宗教 但他这样喊的时候 是把那个天子当做一个神 然后才说 我的生命由你摆布吧 你看旧约圣经 亚伯拉罕 到了一百岁 才生一个儿子 叫做伊萨 他宝贝的不得了 但是上帝跟他说 带儿子上山 来祭献 要不然你就问 那要带羊吗 还是带什么 上帝说不要带 带你儿子 要不然心里就有数 上帝可能要叫我儿子 当做祭品 他这么要相信上帝 就把儿子带到山上 到山上之后呢 他叫儿子起火 弄一堆柴火 因为给上帝要烧 烧掉之后 香闻到香往上飘 叫做祭祀上帝 中国也一样 新香往上 所以古代祭祀都用火 来烧这个祭物 烧牛烧羊 烧了之后呢 它的香味往上去 就代表祭天了 那么他儿子帮他准备柴火 之后问说 羊在哪里啊 因为他们平常都是 用羊来奉献啊 报老师你不要管 你这个把火起好 起好之后 爸爸就把他困起来 爸爸把儿子困起来 这多悲惨的事实啊 结果正要下刀的时候呢 上帝就说了 好 我相信你有信心了 那边就有只羊 正好有一只小羊 这个是脚缠在那个荆棘虫中 你抓来寄献吧 很多人就分析 他儿子从此以后 会不会有心灵创伤 这些 因为被爸爸捆了 道子都举起来了 忽然又没事了 这实在是 我们现在研究这也没用 因为古代历史之下很有限嘛 就几句话讲过去 一个人的生命 这就是宗教信仰 对上帝完全信服 他怎么说 上帝给的 上帝拿去 一句话搞定 对不对 我到一百岁了 上帝给我一个儿子 上帝现在说他要拿走 上帝给的上帝拿走 好 上帝说要拿走 你能保护吗 你说你小孩上街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没有人可以预测嘛 他就等于上帝给的上帝拿走 一样嘛 所以中国这些做官的人 跟上 跟这个皇帝说 就要成此成不得不死 这是宗教语言 有高贵的宗教秦超 只是他们都不知道 这些姓什么 这是可怕的地方 秦超是有了 但他不知道这些姓什么 而那个皇帝 毕竟不是上帝 中间有什么外戚 有宦官 搞得一大无土 那这些念书人一辈子 到最后 好像被愚弄了 所以到最后 儒家为什么 变成这个非常的 可笑 别人说是游魂 变成可悲 没有任何骨气 没有脊椎骨 你说孔子孟子 他跟你客气 是不是 离开齐国的时候 这个米都已经掏了 捞起来就走 连吃一顿饭都不愿意 离开齐国 接戏而行 跟学生们说 我妈走了 把这个米 带走吧 学生说米已经洗了 烧的话吃完饭再走 不行 立刻走 离开齐国 但离开鲁国的时候呢 就说各位同学 慢慢走吧 这是离开我们自己的祖国呀 因为他是鲁国人嘛 所以这要做孔子的智慧 有时候会觉得说 演戏也不可能演那么好 说实在 对不对 齐国不能用我 我离开齐国 鲁国不能用我 虽然是我的祖国 我也是离开鲁国 我做得那么好 你们还要排斥我 我走的时候 当然心里不爽快 那就是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你看孔子 他在做戏吗 当然不是做戏呀 但是他表现出来 就是恰到好处 有时候你会很惊讶 一个人怎么可能说 在这么样子 这个是心情的变动 或是各种外在的情况 发生的时候 他还能够 发乎自然的 又恰到好处 所以他说他自己 其实从心所欲 不欲举 这是没有人做得到的 我从心所欲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但是都这么符合规矩 所以孔子对孔子 推崇备斥 说他是 甚至实则也 实 适当的时候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像这个就是 我们说这个 这个恰当的问题 产生疾凶 好 我们再看 这个刚刚讲到 文王跟上纣 事故呢 他的 言辞充满了危机感 我们也一定也发现 里面的言辞 为待的让他平安 轻忽的让他轻塌 他的道理非常广大 各种事物都不废弃 从始到终都有 借据之感 所要做到的 就是没有灾难 就是意境的道理 让你可以避开灾难 那么接着到第十二段 福前天下之之见也 得行恒意以之险 福坤天下之之顺也 得行恒见以之主 能悦诸心 能言诸侯之律 一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为为者 事故变化云为 吉世有祥 相世之弃 沾世之来 天意色谓 圣人成能 人谋 鬼谋 百姓 与能 就最后这句话 能 人谋 鬼谋 就是沾卦的事情 他这边说什么 我们看 钱卦代表 天下作为刚健的力量 它的功能与效应 总是容易的 注意德跟行 德跟行 就是功能跟效应 它跟我们的道德 实在是没有关系 道德不能离开一个 自由的主体 没有自由的主体 你谈道德 等于是不知道在谈什么 所以在这里看到德跟行 德就是它的功能 行就是它的效应 跟我们一般所谓的道德 没有什么关系 总是容易的 有始让人知道显难 这是第一个 钱卦 第二个 坤卦代表天下 最为柔顺的力量 它的功能与效应 总是简单的 又来一次 一根简 有始让人知道困住 有简单 让人知道困住 有容易让人知道显难 这是让人知道相对的一方 这种道理可以逾越人们的心思 可以探求诸侯的考虑 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争议 有人说多两个字 叫做能月诸心 能月诸律 也可以说得通 但是我们觉得你没有一定的理由 非去不可的话 尽量不要去掉这些字 而且诸侯在当时 春秋战国一路下来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诸侯有国嘛 各个国君呢 他还是可以这个 作为统治者的代表 而疫情里面很多地方 本来就讲上卦代表 上位者 政府 下卦代表 老百姓 人民 还是有这样的考虑 所以你把诸侯 方案里面 也可以说得通 你再看一次 可以逾越人们的心思 可以探求诸侯的考虑 代表统治者 进而界定天下人的吉凶 为什么我说可以留下来 因为后面有天下人嘛 诸侯是国嘛 你可以推 成就天下人勤勉努力的工作 叫做维维 因此之故呢 在变化纷纭的状况中 吉祥的事情会有先兆 由他所模拟的现象 可以知道制作器物 由他所粘断的事情 可以知道未来发展 天地设立的位置 圣人成就他的功能 人的谋划与鬼的谋划配合 百姓也来参与这种功能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学张卦 人谋鬼谋嘛 我们也知道 鬼谋就在于说 你分一半的时候 你不能控制 十九根仇册 你不能控制 你心里想什么 他不见了会 照你的想法去表现出来 好 到了这个 《信誓下传》的最后一段了 我们请念 八卦以相告 谣化以情言 当柔有杂居 而吉凶可见以 变动以利言 吉凶以勤迁 师父爱物相供而吉凶生 远近相取而悔令生 情为相感而利害生 凡意之情 进而不相得则凶 或害之 悔解令 将叛者其词禅 忠心仪者其词之 吉人之词寡 造人之词多 无善之人 其词由 师居守者 其词区 这个结束 也提醒我们什么呢 说话 前面是 贤邪存其诚 防范邪恶 以保存你的真诚 这是行为方面 修饰言词 以建立你的真诚 这是言语方面 言跟行配合 那么到最后的时候 常常会提到言 因为你不管有 怎么样好的想法 或动机 或者你的行为 表现如何 最后总是要靠说话 来表达出来 说话太重要了 所以孔子在 论语里面就提到 论语最后一句话 就是怎么说呢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不知理 无以利也 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你不能分辨言论的话 就不能了解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靠讲话 跟别人沟通 那你听到别人话 你有什么想法 所以孟子认为 自己的专长有两点 一点就是说 我知言 我了解别人说话 什么 必持之旗所弊 因持之旗所限 邪持之旗所离 顿持之旗所穷 是什么话 你说话有偏颇 有问题 我都知道盲点 跟执着是什么 像这个就是孟子的专长 所以一个人学儒家 他不能够忽略言语方面 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 第二科就是言语 当然他说 你要言语要好 你要学诗经 学诗经之后 言语才比较文雅 很多事情不要直说 一句诗 念过这个诗的人都听懂了 他就不要说破 说破的话 我们讲诗破也很难看的 大家吵架 相骂美好话 所以你用这个文雅的方式来表达 那么相对的 你要别人多念 你才能够表达 你要不然说 只有你一个人念诗经 讲了半年 别人听不懂 那怎么办呢 就跟这个索罗写 《湖冰散记》 里面有一段 就是华尔登湖这本书 他一个人 从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 毕业之后呢 想说 我要看看能不能一个人过日子 什么都不要依靠 因为学哲学 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念头 我什么都不要依靠 独立生活 他就一个人跑到华尔登 伙伴住了两年两个月 他开始的时候 找了自己要盖一间简单的房子 外国人都自己盖房子 你看美国电影 一大阵人合作 一下就把房子给盖起来 那种房子不牢靠 不像我们的打地基 他们就直接盖在上面 龙卷风一吹的时候 就跟玩具一样 好了 他就一个人前面盖个房子 旁边放一本书 伊利亚德 河马的史诗 伊利亚德 他看看 一边工作 一边念一念 可他后面就抱怨 他说今天我念这种书 念完毕之后跟谁讲话呢 别人都不念这个书 你跟别人讲 别人说你在说什么 所以他进一步说 在英国 一个人如果喜欢念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并没有很远 十七世纪 对不对 莎士比亚你念一念 跟别人讲话 以后你去莎士比亚的话 别人不懂在说什么 如果大家都通的话 他就很文雅 在孔子时代 在今天其实也差不多 今天谈国学热 大家都念到这些原点 这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加上很多时候 大家引用一句 如以孟子来一句话 一说大家就有默契 这种感觉 感觉到生命 可以脱离现实的一种 厉害的考量 就用比较文化的层面 其实文化就很简单 让你可以在劳苦工作的过程里面 偶尔可以喘一口气 这文化的最终就在这里 你听音乐 听的时候你很有感受 就不会觉得说生活很无聊 那你念书 那你念了几句话觉得很有味道 就觉得说 哎呀 每天的事情 不会那么烦 那么好 我们看这最后一段怎么说 他说八卦是用图像来告知 就是八卦了 谣子与炭词 则依实情来叙述 刚谣与柔谣交错取位 吉与兄就显示出来了 这种没有问题 变动要按事宜来说明 吉兄要随实情而改变 一再提到情这个字 情代表实情 尽量不要把情翻成感情 因为古文里面的情 情者实也 以实为他主要的意思 我们后代人才讲到感情 这个字眼 那么因此之故呢 爱好与厌恶呢 互相冲入就产生了吉兄 其实所谓的吉啊 就是你所喜欢的都聚在一起 就是吉嘛 比如说他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 自然就产生一种吉的结果 这好像有点像磁场的观念一样 那么远方与近处互相对照 就产生了悔令 真实与虚伪互相感通 就产生了利害 大理说呢 易经所描述的事情是什么呢 两窑相近而不相容 就有凶祸或者有伤害 造成懊悔与困难 这句话其实常用在不当位 并且是称那个主摇上面 尤其是阴摇称在主摇的刚摇上 那就是很少有好的结果 对不对 你阴称阳已经是一个压力了 我是虚的 你是实的 我会有压力 因为我这个位置不对 如果他是主摇的话 那几乎很少有这个好的情况的 后面讲六种说话 第一个 将要背叛的人说话修缠 因为我心里要背叛嘛 成于中心于外 说话的时候就会修缠 就会比较惭愧 心中疑惑的人说话支离 他没有把握的话 说出来的话 这一句那一句 是不成话 第三个 吉祥的人说话少 哎呀 真是不容易做到 还好 我除了上课之外 平常也不太说话 只能再安慰自己了 然后呢 符罩的人说话多 孔子有个学生叫司马牛 司马牛这个人啊 在论语的言言编 第十二 言言问人 哇 孔子回答真好 然后呢 纵公问人 孔子回答真好 这两个学生都是 德行课的高材生啊 但司马牛看到两个学长 问人啊 老师给的答案这么好 都可以写成对联的啊 然后司马牛问人 他又要问了 孔子说什么 人者其言也认 一个行人的人 说话很缓慢 认就是说话吞吞吐吐 别人的答案这么好 你看 像那个纵公的答案 可以写对联 是没问题的吗 出门如见大兵 使民如神大计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再邦无怨 再加无怨 哇 这念出来真是令人 这是重宫啊 那么司马牛问人啊 就是人者其言也认 因为司马牛就被说成什么 多言而造 四个字 看到没有 造人之词多 他这个就连在一起了 就是你多话 你的心里很浮躁嘛 所以司马牛这个人 为什么他很浮躁呢 后面就有证据啊 孔子说完毕 人者其言也认之后 司马牛立刻就问 其言也认 司会之人乎 你看没有 真的是很多话 他不会想到说 我是不是适合来做 他立刻说 多言 这个是其言也认 就算是行人吗 孔子说 能做到就不容易了 对不对 那他再问 司马牛问君子 只会 只愿君子不忧不惧 君子没有忧愁 也没有害怕 他又讲话了 不忧不惧 司会之君子乎 你看 这个学生总是不愿意 先自我反省 立刻就要说 怎么别人答案这么好听 我的答案是怎么 好像太简单了 好 接着 最后两点 无限好人的人 说话有疑 你要去无限一个人的时候 说话就是 有有意义的 他真的这样做的吗 他真的这样说的吗 好像有啊 这种就是无限别人了 最后呢 失去操守人 说话悲屈啊 因为你已经 这个是投降别人了 那你说话的时候就 理不知气不壮了 所以你看 最后很有趣 最后忽然提出六种 说话的情况 代表什么 都是成于中心意外 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念头 你处于什么状况 你说出来话不能骗人的 所以为什么要学直言 听到别人讲话 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所以孟子为什么厉害 他说我直言 我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有这样的本事 这需要很细腻的啊 随时要去学习观察去了解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